美国总统拜登到加州顺地牙戈和英国首相苏纳克 澳洲总理爱班尼斯 共同宣布澳英美安全协议的最新进展 另外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被问到 拜登跟习近平有没有通话或视讯计划 来看他的最新说明 所以我也 也被问到蔡总统利用过境美国时跟众院议长迈卡锡会面 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去年前众院议长裴洛西访台时北京的反应 而苏利文表示等台湾当局宣布行程之后才会进行评论 至于华尔街日报报道 习近平在和普京会面之后 将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通话 苏利文表示就他所了解 目前还没有确定习近平和泽伦斯基的视讯或通话 可是他强调 美国认为习近平应该要直接听乌克兰的说法 而不是只接受乌克兰方面的说辞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